好 网友们 同学们 同志们 老师们 和这个大家教授们 各位朋友们 下面我继续再讲 这个创业具备的条件 第十五点的 应该是第八点了 我们讲到 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讲 这里是正语的 创治大恶 再讲强调一次 创治就是说 任何创意创新创业 都要靠智慧 所以我用创治代表这一切 任何的创治 如果要想成功 就必须要有大恶精神 大恶是有锋利的牙齿 咬住你的目标 用强有力的筛帮 咬住坚持不放 才能成功 这就是创治大恶 再来一遍 好 来 再来看看 好 这第八点就告诉你 你要灵活性 必须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 改变和 稍微的把你的 这个你原来的方向去 根据市场的变化 去改变 而不能够一股脑的 死老板的往前冲 尽管你抓住了猎物 大恶咬住了 但是一个大水牛 你咬住了 并不等于你真的能把他吞下去 并不等于你真的能 这个 栽赏他 你咬住了他的尾巴 但是呢 他逃脱了 他宁愿断一个尾巴逃脱 但是你不让他逃脱 你还在搞 等等他给你个后腿一踢 踢伤你 你更完蛋 所以要根据你的猎物的情况 是否你能够吞下去 是否你咬住了要害 是否你咬住了你能够咬住的地方 而不要随便加住就是使命扬大 不放弃 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灵活呀 见机行事啊 进和退都可 就是不能够自己顽固的 要根据情况改变 这也是一个叫做灵活运用 人家说三十六级走为上级 当你不能够成功做 走为上级 这也是孙子兵法讲过的 也是我们这个创业人士 必须具备的 而且作为一个 第九点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不要怕被别人批评 不要怕听到不同意见 不要怕让人家来评比你 其实评论你的人 不管恶意好意 他都给你的一个无形容 给你的一个机会 你把听到这东西 到底他能够怎么样 到底他能够帮助你 还是影响你 还是让你更坚定信心 不要怕被评比 不要怕被别人背后谈论 不要怕别人在报纸上 在哪里 在互联网上谈论你 批评你 批评你的时候 也是帮你做宣传 表扬你的时候 也帮你做宣传 人家说PR 就是Public Relationship 好不好 Public Relationship 是没有正面负面 再消极的 天天骂你这个 郑宇是个坏人 郑宇是个不正道的 郑宇是个干什么 没有关系 其实他已经把郑宇的名字 灌输了 用他的这个媒体 用他的市场 灌输了 郑宇的名字 进人家耳朵了 Why not 为什么不呢 让他灌输 等到人家再看到你 郑宇的时候 人家会自己 虽然已经给他洗脑 郑宇是个坏蛋 混蛋 臭蛋 奸伤 或者是个坏人 但是没关系 等他在 他在看到你的时候 他不是个笨蛋 他也有脑筋 他会用他的智商 去分析 郑宇是好或坏 让他去做决定 但是你已经通过他帮你宣传了 郑宇 而郑宇这个名字在人家耳朵里 创制大漠也在人家耳朵里 不要怕 有这种胸怀 有这种格局 就是一个创业者的必备条件 这也是讲到 You are motivated by challenges 你要非常有被刺激 被鼓舞 为什么呢 被挑战去鼓舞 这个说是努力 你去看看吧 他说这个向你挑战 向你挑衫减刺 向你攻击 没关系 这种东西都是让我能够更加往前进 更加往上面走 把这种挑战当成鼓舞 把挑战当成鼓舞是最大的本事 这个事也是必具备的 哎呀 这个讲挑战当成鼓舞太多了 这个人家说 哎哟你这个iPhone搞妈呀 一个大黑盒子 你想搞这个 搞成一个MP3的iPad 谁说我不能把一个大黑盒子 变得那么小的 你越这样说我 这个Steven John 他就越要把它搞成小小的 轻轻的 iPad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他是向别人授权 买了一个大黑盒子 MP3的这个 这个format和这个仪器 把它缩小到像我这个大拇 这个两个这个拇指 这个拇指 手指这么大的一个形状的产品 原来是这么大一个黑盒子 你越告诉我不行 我越给你行 哎 人家有能做到这个 好 再下面一个 这个是Eleven 就是说你要 Now consider yourself an outsider 什么叫outsider呢 就是局外人第三者 你整天要把自己想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去看自己的企业 看自己的做法 看自己的员工 看自己整个运作 是否合情合理 合乎现在的要求 不要自己埋头下去 哎呀 把头一蒙的自己 我就是老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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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 把自己提高到一个第三者 局外者 去看自己的企业 看自己的做法 挑战自己的做法 一流这种才是高手 这个JP Licks 什么叫Licks 去舔的 这个他做雪糕的 吃雪糕的甜甜 他就说 我怎么能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呢 他不是 哦 我跟别人做差不多就好了 不是 他把自己放到第三者 竞争者和我这个两个公司 哪里 我有别人不够的 我比别人要想超越的 用第三者的眼光去分析 名字高手 自作 非常有智能 这个叫做智慧 把智慧放到第三者的眼光去看自己 不是这么容易能做到的 不容易 太不容易 这哥们做到 他看看人家 你看 人家卖一个雪糕酱子 他卖一个雪糕酱子 首先 我就给你卖又卖多的雪糕 又让他拿在街上多风光 从头舔到尾 会找这里 是高手一个 他说由于他做地局外者 去做了很多事情 能够跟别人竞争 他很多竞争对手 谋告着了 没了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 还有一个 哎 我这个 哎哟 电视机又出问题了 这个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 没这个 这样讲的 他说 第十二点 说 You recovery You recovery Quickly 要 恢复 愈合你的伤 用快速的方法 哎哟 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跟大家讲 这太不容易了 首先 我都很难做到 我摔一跤 我要感觉到 很痛 哎呀 搞半天 自己还伤心一大堆 去 去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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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我在想想 再回来一下 啊 不着急 大家 能够 等等 耐心的 能够一下 就是广告 这都过瘾 明白吗 我不会 我不会 好啦 这个这样讲 这都过瘾 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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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吧,对不起,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人同情你,没有人知道你的痛苦,没有人会帮你,等你摔跤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找帮助, 越早帮助别人,越踩你,竞争者踩你,同情你的人瞧不起你,等你犯了错误,等你摔倒了,哭,没有用, You recover quickly,赶快恢复正常,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跑,你摔倒的时间已经浪费时间了,赶快爬起来,再去追,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你看刚才有个绿的上去了,就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往上走,红的往下走, 你看,但是你没有时间休息,你必须马上上去,这才是你的精神。 好,她说,第三,十三,这个人说,You fulfill needs,你以为容易吗,你能够提供这个需求,满足需求啊,上帝啊, 我怎么知道需求,many people recognize marketplace hosts,but the true enterprises, 新的真正的企业家 would take them from cocktail napkin to reality, 就说他们能够感觉到哪里有需要,我就改变我的生意去服务,能够供应这个需求, 哦,你以为容易吗,不容易啊,你要找到它,还要能找到提供服务的它。 sorry,这也是一个精神。 好,等等啊,这个我先解,先把这一集解决了,我再好好地谈这两集,我再给你慢慢讲, 现在先等等,这两集我要慢慢讲,十四和十五,我先把十三这个解决,这个先把它停止, 这里是正与大,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恶,是什么大恶呢? 是创制大恶,创制大恶正与的这个谈论如何成为企业家和企业家具备的十五点。 其实不止十五点,讲完别人认为的十五点,我会加到一定有二十点。 好,大家再慢慢地跟我一起享受我的成功和失败。 我会把あの痴水修将闻出品一木确氧出品。